我们下面要讨论的这个条文 是一个特别有正义的条文 这就是密发点的1248条 这个条文是说 动物园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 动物园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能够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 不承担侵权责任 这个条文说的什么意思呢 是说动物园饲养的动物 造成他人损害的时候 不是用无过错责任 而是适用过错推定 所以呢争议的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按照原来的亲权责任法规定来说 自己家里饲养一个狗 没有采取安全措施 没有拴绳造成损害 就是绝对责任条款 动物园里养了那么多凶猛动物 怎么反过来倒是过错推定了呢 说家里养个狗都是无过错责任 动物园饲养那么多的野生动物 那么凶猛的野生动物 反过来倒是过错推定 这个逻辑是讲不通的 这个不光是我们批评这个条文 台湾学者王泽健教授也反对这个条文 也认为这个条文说的是不对的 饲养 动物是 动物园饲养的动物 应该承担更高的主义 那一定是 无过错责任 没有理由 规定它是过错推定 那么这个问题就涉及到 我们现在动物园发生的几个 动物伤害的事故 那么大家应该看到巴达岭野生动物园 发生了两次 一个是老太太 后来这个也是一个老太太 对吧 不是老太太 是一个妇女 那么这个案件到底适用 无过错原则还是过错推定原则 那毫无疑问 1248条 就原来的侵权法的81条 就是过错推定啊 就是首先推定巴达岭野生动物园 他有过错 那么巴达岭野生动物园 他是能证明自己已经进到管理职 自己没有过错 是你故意下车 我不让你下车 你非得要下车 那你招生所还不是你自己的事情吗 这个问题就涉及到 动物园饲养的动物 到底应该适用什么样的规则原则了 还有一个就是浙江那个动物园发生 宁波吧 那个野生动物园发生的那个 那个倒有点另外的问题 这个为了省这个门票 是吧 买了门票 把老婆送进去了 然后自己脱脱默默的钻墙进去了 然后手机掉了 又去惹那个老虎 结果被吃掉了 这些呢 都说明一个问题 野生 这个动物园里的动物 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应该采取更高的规则原则的要求 而不是降低 它的要求 那么有人讲 这个条文制定的时候 走访了很多动物园 他们都认为他们的管理能力相当相当的强 一般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所以呢 应该是过错推定 后来我们就质疑 说你们为什么不去走访一下老百姓呢 你为什么不走访一些专家呢 你去走访动物园 动物园哪个说自己应该承担更高的责任呢 这个逻辑很难让人信服 所以后来我就写文章 说这个条文应该删除 它适用1245条 那个一般条款就行了 就是无过错责任 干嘛让他过错推定啊 但是这一次仍然把这个条文保留下来 我们还是持反对态度 这个条文写的是一个不好的条文 对公众的安全 有很大的影响 那没办法 现在还写在这里 那具体操作的时候 可能还会有问题 这种情况啊 不能够给动物园 让他有更高的警惕 因为他只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就不承担赔偿责任 他应该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的 这个条文缺点在这里 那现在还得这样 这条文缺点赔偿责任 这条文缺点赔偿责任 这条文缺点赔偿责任